这个全球的凯利家人们 这个中秋的节日 听得见吗 听得见 这个今天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中秋佳节 在这里呢 代表我自己 也代表公司 给我们全球的凯利家人们 祝一份节日的快乐 那么今天我的这个 分享的这个题目呢 是新品牌合作商的挑战 与心态建设 那我为什么今天会要选择 这么一个话题呢 主要是因为 凯利公司的半年多以来 公司的发展速度呢 也比较快 有上万人的这个团队 这个加盟了我们的凯利 那么在其中呢 有不少的新人 或者说是 这些新的这些凯利家人呢 过去的对网络行销 这个方面呢 没有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由于他们自己 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个认知 不多 或者说经验不够 所以说呢 他们加盟了以后 首先呢 会有很多的 这个在认知上的这种不足 或者说感觉上 好像也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或者说自己本身呢 也不知道怎么去邀约新人 也不知道怎么去谈单 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展团队 也不知道怎么去如何去裂变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呢 专门做一个 培训的讲座 而不是招商的讲座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这些 已经加盟的凯利会员 特别是一些新的会员 做一个 这个50分钟的培训 那么我们知道 网络新销对于我们很多的 这个伙伴来说 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当然这个新 既然是新 那跟我们过去的 传统的商业模式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那这些不同的话呢 对于我们新人来说呢 它势必 就是一份挑战 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 针对这些一些困难 和一些挑战呢 我今天的重点呢 就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呢 是新人开门的三件事 第二个话题呢 是网络行销 我们应该具备一个 什么样的 这个心态 所以说主要是谈这两个话题 那我们先谈第一个话题 新人开门呢 有哪三件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是 必经的这个环节 或者过程 第一件事呢 是学习 和体验产品 大家听过我的分享 为什么我总是把这个学习 放得那么重要 放得那么首先的位置 就是因为一个原因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它是个新东西 你比如说 在四五年前 在我自己 还没有开始 这个网络行销事业之前 其实我在商场上 我算是一份 算是一位老人了 阅历也非常的丰富 经历也非常的多 但是 我们这一群人呢 有一个麻烦 或者说有一个弊端 就是习惯了 用自己已知的知识 或者经验啊 去看一个新的事业 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由于我们的经验和认知 是过去的 是传统的 那对于新的东西呢 没有认真的学习和了解 所以我们在判断上 就会出错 那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失误就在于 错过了几年啊 最美好的 或者说最好的时间段 网络行销 我告诉大家 面对一个好的平台 你是越加入早越好 越早加入 你就可以越享受这个红利 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传统的商人 因为习惯于带着一些 已有的知识经验做判断 所以对新的东西呢 就有很多的不了解 或者说 用我们的知识 已有的经验 就很容易做出一种错误的判断 所以来说啊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 其实学习 是我们开始 必须要走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学习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事业啊 比如说网络行销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它的模式啊 它的趋势啊 它的优势啊 以后我可以专门有一堂课来跟大家讲啊 网络行销的三个四 就是趋势 优势 模式 我们只有了解这个 我们才知道啊 这个事业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 趋势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了解优势 可以让我们知道啊 我们处在一个 在跟同行竞争的情况下 在跟别的平台相对比的情况下 我们占有什么先机 那么模式呢 其实讲的就是它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 这个钱呢 它是怎么赚来的 什么叫系统支付 我记得之前啊 我有一期分享的时候 我就问过大家一个话题 我说 我们有没有两位领导人啊 可以相对全面的 系统的 跟我们讲一讲啊 什么叫系统支付 如果说你对系统支付的了解 还不够全面 或者还不够到位的话 也就是说 对它这个商业模式啊 不完全掌握的情况下 那么我告诉你 你对这项事业 还只能是说 停留在一个表 初期的一个阶段 我相信你 能有的动力和兴趣啊 它也会是有限的 因为只有了解了系统支付 懂得了它的商业模式 我们才会对这种新的 这个事业机会啊 会产生强烈的兴趣 会有极大的动力 所以说学习啊 会我们解决 网络行销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事业 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事业做好 这个事业做了之后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些结果 等等等等的问题 归根到底啊 其实就是一个 观念的转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有我们看不起的 看不上的 不了解的 到有兴趣的 到像我现在这样啊 无比的热爱 当然我的过程啊 不值得大家借鉴 我的转观念的过程 太久了啊 有太多的遗憾 那我也是希望 用我的过去的 这种教训 经验告诉大家 希望我们新人啊 在对这项事业产生兴趣 对这项事业的观念的 转变的过程中间啊 这个时间要缩短啊 认知要加快 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 这个事业啊 它的可爱的地方 它的优点 它能够满足到我们的需求 能够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极大的 我们原来在传统行业中 来求认同 来让别人可以跟随你 一起来参与这个事业 那么你的说就非常的重要 你说什么 你说的够不够专业 你能不能够说出别人的需要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只有通过学习 才可以让我们自己 不断地精进 不断地专业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思考 我们成为一个 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 我们才有机会怎么样 影响别人 让别人认同我们 让别人跟随我们 所以说学习 是最根本的 也是最基础的 如果说当这个事业 你想开启这项事业 你都不愿意 或者没有把一定的时间 花在学习上 那你想这个事业 要想获得成功的话 几乎是没有可能 第一个你不学习 你不会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动力 第二你不学习 你就不专业 你就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别人 所以来说 学习对我们来说 是基础 是最根本的 最重要的 第一步 那么体验产品 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给别人推广的 是大健康 我们既然推广 最新的生物科技的产品 给身边的朋友 也有兴趣参与这些事业的人 我们自己本身 至少要体验一下产品 如果你自己的产品 都没有用过 或者说 没有让你最亲近的人 用过这个产品 或者对这个产品 没有任何的感受 好坏 什么都不知道 我请问你 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是不是叫不负责任 你自己都不吃 你自己都不用 然后你就跟别人说 这个东西怎么好 怎么好 全是听来的故事 然后自己最亲近的 包括自己本人 都没有用过这个产品 你说你跟别人去分享 在我的眼里 这叫不负责任 如果你的身体很好 很棒 你可能用的产品 没有那种紧迫性 或者说用了以后 效果也不会明显 但是你有父母 你有家里的亲戚老人 对不对 你身边有好朋友 有健康 有需求的人 你至少让这些朋友 先用上 对不对 从他们的使用的过程中间 你去用心的观察 去了解 看看这个产品 它到底有没有用 有什么用 因为我们要成为 一个负责任的分享 所以我觉得 我们自己 就应该去体验产品 或者说 让自己最亲近的人 有需要的人 去体验产品 因为只有体验过产品 你才有资格 你才有资格 去说这个产品 的好与不好 你只有体验过产品 再加上 我们的伙伴们 我们的同事们 我们的朋友们 用过的产品的那种感受 你跟别人说话 那才叫有底气 那也算是负责任 所以说 我们不仅要学习 我们新的品牌合作商 我们自己一定还要体验产品 而且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产品真的很好 产品会说话 你使用过产品之后 你跟别人分享起来 你都会有底气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我们新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和体验产品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这个叫 邀约 谈单 那么邀约的第一件工作呢 不是着急地跟别人打电话 邀约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先在家里头 列名单 不论是同学 是亲戚朋友 还是在社会 还是在社会上认识的 企业家也好 社交人士也好 等等等等 或者说是微信圈里的朋友 凡是你所认识的 所了解的 你能列的 尽量地列 把名单在家里先列出来 名单列出来的第二件事呢 就是要分析名单 而不要着急地打电话 不要着急地邀约 是要分析名单 分析名单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是要看一看 这些名单中间 哪些人是你的所谓的潜力股 或者说是有可能跟随你来做这项事业的 还有一个分析名单的作用是什么呢 有哪一些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有经验的 是有能力的 或者说是有社会阅历的 也要把它列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邀约 或者说 试着谈单 要给自己有一个时间 要有一个熟悉 锻炼的过程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重要的对象 不要着急邀约 重要的对象 你要必须找到 你能够借力的 这个对象 你才开始 才开始去做邀约 否则那些重要的 重要的潜力股 如果你自己没有装备好 你又不会借力的话 那你可能谈一个就死一个 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况 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加单之后 很激动 很冲动 然后一开始 我们不是听了培训说 要大量的行动吗 然后就开始积极的邀约 也不管对象是什么状况 就开始邀约 开始谈 最后呢 满头包 面对一堆的拒绝 然后得出来一个错误的答案 这个事业没法做 这个事业做不了 这个事业不适合我 我告诉你 这个事业 对谁都适合 对谁都适合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事业 还是要讲方法的 还是要有点小小的窍门的 所以来说 作为你来说 列名单 分析名单 是你的第二件事情中间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分析过名单之后 重要的人 重要的潜力股 要通过借力去谈 一些不重要的 你可以试着去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生 总要走过这么一步 这个事业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不谈死几十个人 你是上不了钻石 也就是说 这个行业里头 你只有不断的经济失败 不断的总结和提高 你才有可能 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 所以列名单 分析名单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邀约了 那邀约也是有技巧 也是有方法 你比如说 我只是举一个举些例子 因为今天没有办法 今天的重点不是谈单 这个 我另外找一个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谈单的 听说读写 就是专门就与谈单邀约 我们来 一些技巧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今天不展开来谈 也就是说 你在邀约的时候 有些东西也是要注意的 你比如说 我举几个例子 这个 你自己没有装备好的时候 不要在邀约的电话中 就把这个事业的商业模式 等等等等 把你所知道的 去告诉对方 哪怕对方要问 你到底是个什么事呢 你也不要着急的说 你说反正是个好事情 我们见面再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一开了口 然后他一定会继续的刨根问题 他问上几个问题 再加上他平常在社会上 所接受到的那些不良的信息 你的邀约 80%的概率 他会失败 他就不来了 所以来说 你自己装备还不够好的时候 不要去先谈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即便是你借力 用ABC的谈单的借力的方式的时候 你在邀约的时候 你不要投怀送抱 不要上对方的家里 或者说到对方的办公室里去 我告诉你 你第一次上门 你主动去到对方 你的气场就少了一半 哪怕你把他请在你家里 或者我们在中间约一个地方 约一个安静的地方 都好过去对方 你比如说 我们有的人去一些公司 哎呀 这个老板很大呀 很有能力 他真的很忙啊 我们只能去他办公室 好了 最后你去了 去了呢 一会儿别人来一个人 一会儿别人接一个电话 我请问你 你能够把话讲完整吗 你用ABC法则 借好不容易借了一个领导人 帮你去谈单 他的话也讲不完整 一段一段的 对方听到的也是不全的 你觉得对方会有兴趣 去了解和参与这个事情吗 非常非常的少 除非是缘分很深的人 除非是跟你的信任感非常高的人 可能会有一个面子的 所以说啊 不要投怀送抱 不要去到对方的家里 或者到对方的办公室 最好到你家里 或者到我们选一个中间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或者有条件的 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室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小细节是什么 就是如果对方是个很忙的人 千万不要将就的安排一个邀约 为什么呢 这种聊天 没有一个半两个小时 是谈不清的 也说不完整 如果对方是个很忙 哎呀 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你说哎呦 这好难得啊 就利用他的半个小时时间吧 你错了 宁愿不谈 宁愿不邀约 半个小时谈不成什么事 一个小时都很难 按我们的标准 至少要一个半到两个 两个安静的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谈单 才会可能有效果 那我今天呢 就不展开来谈 我就是讲 我们在邀约的这个环节 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 那么谈单的过程中间的话呢 我们呢 如果说是对那些 那些不重要的人 你就懂多少 就说多少 就注意一下什么问题呢 就是注意一下聆听 注意一下换位思考 注意一下去找对方的需求 了解对方的痛点 就注意这些问题就好了 如果说 你要是请了ABC谈单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个好的一个推崇 这个推崇啊 是推崇你借力的对象 而不是你邀约的对象 我们常常有人犯这种错误啊 把你邀约的对象啊 推崇得很厉害 把你借力的对象呢 没有什么推崇 我告诉你 这是大错特错的啊 因为你推崇你借力的对象 才是帮你谈单的要脚 邀约的对象是来聆听的 如果你把他吹得很高 他的气场很大 你借力的人 就很难发挥作用 或者发挥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谈单的过程中间 你要自己要少说话 而且尽量不要 搞那些 就是你借力的对象 正在讲 正在有连续性的分享 一个内容的时候 你去插嘴 去打断 或者去端茶倒水 或者去干什么别的 这是最糟糕的 你知道吗 如果对方 把话题扯走了 你还要负责把话题 给倒回来 给引回来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ABC帮你谈单的人 不是帮你踢单的 你看见有成交信号的时候 你自己要主动踢单 什么叫成交信号 你比如说对方 开始深入的了解 奖金制度模式的时候 开始深入了解 产品的功能的时候 你要敢于提单 提单 不是让他选择 要不要加入 而是让他选择 加哪个套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大家不要不注意 不是让你说 要不要试一试 不是 是说 如果说你了解对方的经济条件 比较好的话 你说 其实我建议 某某种 这个二学九的大套餐 我的认知是最好的 折扣又比较大 享受的待遇又比较高 如何如何 而不是问他说 要不要试一试 要不要加个单 不是要不要 是一定要 只是说你说法上 是让他 在哪个地方 哪个套餐就做选择 所以说 我们谈单 有些事情 是要有所注意的 那么还有几个小点 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没有ABC谈单的时候 我们没有借力的对象的时候 没有借力的领导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 可以借力的内容 比如说 在洛杉矶的朋友 有福气很好 请他们来工厂 来工厂参观 来总部参观 这是最好的借力对象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是新人 我们讲不清道不楚 我们有很多的 优秀的分享嘉宾 或者领导人 有各种各样的讲座 你可以放一段视频 他如果想听奖金制度 我们就放奖金制度 他想了解产品 我们就放产品的讲解 他要了解权威性 我们就放一些科学家的讲座 视频也是个很好的借力的对象 所以来说 一些不重要的人 你可以大胆地谈 谈坏几个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个事业道路上 所有的人 都走过 你今天在走的 所有的人都经历过 不断的失败 最后达致成功 所以说 这个邀约谈单 我就讲这么几个事情 那么开门三件事的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跟踪与服务 跟踪与服务的话呢 第一个是 我们的好朋友下了单之后 在没有收到货之前 你要提供一个服务 什么服务呢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培训 这个培训内容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豪专反应的培训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的人对有些产品呢 它是比较敏感的 或者说有豪专反应 只是有什么豪专反应 你不知道而已 那么公司有一个手册 告诉我们 服用什么产品 会有哪些豪专反应 如果出现这些豪专反应 是属于正常现象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 提前发给它 和它有了豪专反应之后 紧张着急来来问你 你再发人 完全是两回事 大家切记 两回事 因为你事先打招呼 和事后来补充说明 其实就表现在 你用心不用心 在这个服务上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在我们的朋友 下了订单之后 在没有收到货之前 你要先把这个豪专反应的 这个资料 发给对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收到货之后的这个提醒 收到货之后呢 如何使用这个产品 用什么样的一个剂量 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订单的数量 和他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 我们要帮他做一个参谋 让他知道 怎么样的服用 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 豪专反应的时候 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 这个跟踪服务 要做的内容 还有跟踪服务 要做的一些什么内容呢 就是 在关心他使用产品的 这个效果的同时 我们还要提醒对方 第一要保持账户的活跃 第二呢 就是要注意哈 看看他能不能够帮助他 产生裂变 也就是说 跟他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不错的话 我们有方法 有办法 可以让你哈 免费使用产品 或者说是 不仅是免费使用产品 还能有相当不错的收入 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新人哈 在这个方面哈 做的比较弱的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是新人 我们邀约了新人之后哈 我们的服务哈 没有跟得很紧 没有让对方哈 可以产生裂变 或者说没有让跟随我们的人哈 可以及时的 有条件的哈 降低他 使用产品的成本 或者说 让他可以借助于这个系统 借助于平台哈 可以产生有所收益 所以说 我们的服务 第一个是要提醒对方哈 保持丈夫的活跃 第二是尽量争取哈 让他可以裂变 可以产生 这个 收益 这样子的话呢 他很有可能 由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转变成一个 优秀的经营者 我昨天我记得我在群里头哈 发过一篇文章 就是我自己的心得哈 叫谈单的效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 或者你看了之后啊 有没有理解哈 我里面所想表达的意思 也就是说 由于网络行销哈 它是系统之父 你的事业 做的有多大 不是用你现在的判断力 可以看到 可以决定的 这个事业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神奇 你觉得那个很优秀的人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 给你带来一个庞大的团队 你觉得那个不优秀的人 诶 弄不好哈 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会成为你团队的主要的一员 所以来说哈 我们做好跟踪 做好服务 我们既然 都已经把它加盟进来 我们就要懂得 每一个加盟的进来的人哈 都是你的财富 弄不好哈 就是那么几个人 在两年三年四年之后哈 就成为你享受财富自由的 最大的来源 或者支撑哈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哈 谈单的效应 不是眼效 是将来 是未来 是为我们打造被动收入 所以来说哈 我们要天天约新人 要保持哈 经常性的 都会有新人加盟 这是我们要 新人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后面我再花一点时间哈 谈谈这个心态建设哈 我觉得我们新人哈 在心态建设方面哈 特别在刚开始加盟的时候哈 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保持一个 或者建设一个哈 良好的健康的心态 才有助于我们这个事业哈 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啊 那么我在心态建设呢 我谈六个点哈 也就是说六种心态建设 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哈 第一个我会想谈的是什么呢 是空碑的心 是空碑的心态哈 你比我来说 我在传统业里面 是有所成就的人 那我想 在凯利的事业上 在网络行销的事业上 爬上另一座高峰 大家都知道 山峰与山峰之间呢 它不是连成一条直线的 山峰与山峰之间呢 它是有山谷的 也就是说 你要想上另外一座山顶 你是不是要先下山呢 只要下到山里头 放空自己 重新学习 你才有能力怎么样哈 爬上另一座山峰 所以我们说哈 空碑的心 是让我们自己哈 有机会哈 可以学习 放下我们的过去 不论你过去 有没有成就 哪怕过去你活得 生活的一塌糊涂 都要放下 我们可以重临开始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这个事业哈 它的成功是有轨迹的 它也是必然的 只要你坚持 所以来说哈 我认为空碑的心 放下过去 放下自我 从零开始学习 我认为这是 所有的网络行销的新人哈 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心态建设哈 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是积极的心态 我认为这个哈 除了学习之外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积极的心态哈 是基于什么 是基于对这个事业哈 它的商业模式哈 你要能看得懂 要看得明白 这个商业模式 是一个什么特点呢 是先男呢 后裔 先慢 后快 啊 它是这么一个模式 它跟我们传统生意哈 传统的事业 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你比如说 为什么说先男后裔啊 你比如说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自己什么都不懂 或者说 即便是你懂别的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是个心逼 我请问 你怎么会变得容易呢 所以对所有的信任来说 刚开始都是男的啊 只有你不断地积累经验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历练 在干中学 不断地总结 不断地思考 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上啊 变得越来越容易 我们不是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吗 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你就是专家 你再继续重复做 你就是赢家 所以说这个事业 我们要看得懂是什么 它是一个先男后裔 为什么又是先慢后快呢 你想啊 你自己都没有 都是个新人 这是一个团队裂变 什么叫团队裂变呢 大家听过二的二次方吗 对不对 是越到后面 团队的发展速度 是像核裂变式的增长 刚开始我们所自己认识的熟人 我们自己所能够影响的人 它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邀约到优秀的人 加盟到我们的团队 让我们的团队不断地裂变 不断地产生新的团队 那到了后面 你比如说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两年之后 我们的团队 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快速地发展 这个跟团统事业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就是说凡事积极不着急 你不能想着我今天很努力 我就要马上要看到结果 春波秋收 任何的事业和收获 它都是要有时间的 只有你自己保持正能量 每天用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当下所有的发生 用耐心 用坚韧 去迎接未来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后面是一定是容易 一定是快 那个结果才会让我们等到 所以来说 积极不着急 是我们大家要确计的 我们很多的新人 容易在这个问题上 犯着急的错误 就是你看我也很努力 我也付出了很多 但是好像收获很有限 我告诉你 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钻石都走过你今天要走的路 或者说所有的钻石都走过你今天正在走的路 你今天所付出的 这个系统致富 一定会给你 现在所付出的数十倍数百倍的回报 所以来说 我们只要自己保持一个积极的正能量的心态 我们不要 求短平快的效果 我们不要用吃快餐的方式 来进行网络行销 我们的心态就是正常的 就是健康的 那么第三个谈的是助人的心态 助人的心态 其实让我们是要放下面子 我们有很多的新人 就说 我这一推广 就好像是赚了朋友的钱 赚了亲戚的钱 我说你这种眼光 这种结局 就太小了 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事业是好人经济 这个事业是助人经济 你一定要助人的心态 去干这个事业 你才会放下你那点不值钱的面子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人因着你 使用了这个产品 他收获了健康 我请问 那份价值 是这几份加盟费 是你那一点点的 这个叫推广奖金 所能对比的吗 还有了 如果有人 因着你的分享 开启了不同的人生 开启了一份不用投资 但是能够赚大钱的事业 他将来一旦成功了 他会怎么样来感激你 你这是在帮人呢 你这是在助人呢 你不是在赚那点小钱呢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我们这种心态 是我们在帮别人 我们在助别人 我们在成就别人 我们是通过助人才打击的 而且是先助人后打击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不帮助别人 不帮助团队 你哪有成就 所以说我们老说 这个是个好人经济的 就是说 你天天想的就是 怎么让别人成功 怎么让别人成就 怎么让别人快速地裂变 快速地发展 因为你一心只是想着别人 我们讲极其诚信 你天天想着别人的好 天天想着帮助别人 无意中 无心中潜移默化的 你就是一个人格品质高尚的人 你就是个好人 你就是个被大家所尊重的人 所以说助人的心态 是让我们放下面子 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事业 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参与的事业 而不是赚别人的推广奖金 我在之前的平台 赚了几百万的每年的钱 交税都交了一百多万 我的推广奖金多少 两万多块钱 你说那三百多万跟那个两万块钱比 那是钱吗 所以说大家不要眼睛盯着 赚了对方几百块钱推荐奖金 磨不开 我告诉你 你是在集福报 你是在救人 帮人 助人 给别人开多了一扇门 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 大家明白吗 所以心态要调整过来 你就无惧了 你就不会担心这些东西了 你就不会放不开了 那么第四呢 就是老板的心态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抱怨 抱怨下属啊 抱怨这个推荐人啊 抱怨上面的领导人不给力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抱 这个事业啊 是一个努力加运气的事业 你必须用一个老板的心态 来经营这个事业啊 你才能够成功的 我请问你 如果这个事业 你要是投资了一百万美金呢 你会怪这个怪那个吗 你投了钱 你就会想让你这个一百万 去产生效率 你就会很用心 你就会负责任 这是因为这个事业没有让你投钱 你才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我请我们所有的新人啊 虽然这个事业 不管你是499加入的 还是2999加入的 请你一定把这个事业当做于什么 当做一个你已经投入百万美金的事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业迟早会让你年收入过百万美金 当你觉得这是一个你投入数百万美金的一个事业的时候 你就是真正的老板 你还会抱怨吗 你会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如果能建立团队 能建立领导人 能建立公司 当然是好 对不对 因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嘛 一旦建不到 解决不了 那自己也要想办法解决 为什么 因为你是老板的心肠在经营 这是你自己的事业 这是你选择的道路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享受百万年薪的收入的一个事业 所以来说 经营这个事业 不要因为你不投资 就不把自己当老板 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大的老板 年收入过千万的老板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非常的用心 我才非常的努力 我告诉你 我的收入现在足足可以让我享受很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每天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我还在很努力地学习 还在跨时区地去帮助团队 除了责任之外 那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事业 我把它当作是我自己投资上千万的事业 我在用心地经营它 所以我这种态度 在这个事业上 我只会越做越好 不会越做越差 所以说大家要用老板的事业来经营这个事业 你的获得的成功的概率才会高 如果你因为没有投资 不当它是个事 你不当一回事 那这个事业怎么会让你成功呢 你不用心 你不如意 它怎么会成功呢 有点小小的问题 你就开始抱怨 就开始埋怨 你怎么会成功呢 你是老板 你投了一百万 你会抱怨 你会埋怨吗 所以说老板的心态 对我们经营的事业也很重要 第五个呢 就是感恩的心态 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推荐人 我们要感恩公司 我们要学会感恩团队 只有你每天心怀感恩 你才对这个事业充满了热忱 你才会对这个事业 充满了执着 你才会每天内心是喜悦 是开心的 我请问你 如果这个事业 做得你每天苦哈哈的 你做它干嘛呀 我劝你早点放手算了 一个事业 只有你做得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喜欢 它才会越做越好 那怎么才能做到呢 你就学我 带着一颗感恩的 你比如说 感恩公司 因为公司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给我们 让我们出去分享的时候 很有底气 你比如说产品 我们可以吹牛逼 听击击片 全球独一无二 最好的 是不是啊 中南山背书的 我们的奖金制度 天下无敌 你拉不是别的平台不好 而是综合打分 我们的平台 综合打分最好 我可以一条条跟你的比 甚至你某一条比我好 我也承认 但是综合起来 我一定是最好的 我绝对有这个底气 正是因为公司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公司 那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推荐人 推荐人哪怕能力差 哪怕帮不到你什么 他毕竟是帮你开了这扇门 给你有了这个事业机会 比我对何荣钻石 我就很感恩他 对不对 至少是他帮我带进来 第三个我们要学会感恩我们的团队 你今天的业绩 不是一个人的业绩 我们这个系统支付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积分共享 那你的分哪来的 不完完全全是你个人 你能力强 带进来的人多 没有错 但他不是全部啊 真正的业绩 是整个团队提供给你的 你的系统里面还有很多 你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人呢 在帮你创造业绩 在帮你赚钱呢 你只有充满一颗感恩的心啊 你每天才会开心 才会愉悦 才不会苦闷 你才会自我开导 现在你的困难 问题都是暂时的 我们有这么好的团队 有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迟早会成功的 所以说啊 你要学会充满一颗感恩的心 你才会每天才会愉悦 才会开心 那么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坚持的心态 这个我之前的分享讲过很多次了 我还是要重复强调一下 这个事业赚的 不是你当下经营过程中的钱 这个事业赚的是 你努力了三五年之后 那个系统自负给你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这一项事业是由小到大的 不断裂变产生 不坚持的人 你是看不到结果 我们像爬山一样 山很高 很陡峭 肯定就很难 你在山脚 那就是山脚的风景 人很多 你在山腰上 山腰上的风景 人就少了一多半 你到了山顶上 那是无限风光再显风 为什么说成功的路上不用急啊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如果你在成功的路上 遇到了大的困难 大的坎坷 你可以停步不前 你可以徘徊 你甚至可以往回 走上一小段路 但是我提醒你 你一定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因为网络行销 是系统自负 只有坚持的人 才会看到结果 只有你坚持的人 你才会把你之前的 付出 你的辛劳 借助于系统自负 让你可以获得 数十倍 数百倍的回报 所以说 坚持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新人 加盟凯利 你们遇到的困难 所面临过的 所正在经历的 其实我们成功过来 或者走过来的人 都经历过 都走过这么一段路 只是每个人的努力 和运气不一样 经历过这一段的 时间的长短 它不一样而已 但是每个人 都经历过 就是说 这条路 是一条 必定成功的路 因为 我们的成功的保障 的条件 已经有了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成功的保障 是什么呢 一个好的平台 好的平台有哪些因素 公司有实力 产品有优势 奖金制度 所向批民 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保障 第二个保障是什么呢 好的时间点 我们在凯利 起初盟的阶段 我们大家就是一个 有福报的人 就加盟了凯利 至少是我们当前 这半年一年之内 加盟的人 都是有福报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创业的初期 你们就进入了 这种系统致富 越早加入 它越划算 越有机会 坐享时间的红利 第三个保障是什么 是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 有那么多优秀的钻石 加盟凯利 优秀的团队 不仅能够帮你谈单 优秀的团队 还能给你提供业绩 比如说 我们的大区 就是提供给你们 可以借力的一条 一条这个大公鞭 这么好的团队 给你们有这么好的借力 你不成功 谁成功啊 所以说 我们成功的要件 都有了 你剩下的 就是两件事情 努力和坚持 你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不论你是大努力 和小努力 只要你坚持 就必定成功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托尼总裁的 新品牌合作商的挑战 和心态建设的培训课程 托尼总裁呢 从他的实战经验 和过往经历 为我们上了一堂 非常好的课程 从两方面呢 为我们讲述了 新人怎样来做好 网络营销这个事业 新人开门的三件事 第一呢 是系统学习 学习啊 是最根本最基础的 建立正确的认知观 就是体验产品 只要我们把 我们使用的感受 再去分享给我们 所有需求的亲朋好友呢 就可以拥有掌握 这个开启财富之门的 请要是 邀约立名单 分析名单 谈单 我们需要借助平台 借助平台 借助ABC法则 在那是跟踪以服务 我们谈单找人呢 加盟看的不是 今天眼前的结果 而是要看远景 看系统裂变后的未来 网络营销 新人呢 要具备六种心态建设 一个是空杯的心态 积极的心态 助人心态 老板心态 感恩心态 坚持的心态 今天托尼总裁的课程呢 希望能够打开您的思维 做凯利啊 不是卖产品 不是卖一生菌 清剂片 而是销售梦想 销售希望 销售不一样的 未来的生活方式 期待今天是您幸运的开始 审时度势 洞察未来 把握趋势 突破先机 让每一位有梦想的人 都因为结缘美商凯利的平台 携手飞翔 一起达到梦想之地 再次感谢托尼总裁的群情分享 感谢各位在座的联听 祝大家节日愉快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托尼总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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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